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就来了 对 那不得了了 但是有的 有一个器官是无声的 对 它本来就无声 可是它当时跟你吵 跟你反应的时候你就 对 所以我们要提早的预防 对 要提早的治理 大家知道是什么器官了 当然啊 就是大家 大家最喜爱的器官 1.5公斤重 我们常常 国人就是肝嘛 常常保肝护肝 但是保得得不得吧 保得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 你姐常会觉得我好疲倦 是不是我的肝有问题了 对 常常大家就疲倦 你会说 你是不是肝有问题 对啊 眼睛有 眼白有没有发黄 对不对 好像有一点 对 大家都会想到 是不是那个肝出了问题 那这样子的观念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稍待片刻 我们要来解一解 那节目一开始 请潘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中心 叫Mont Sinai 我差点去那边工作 我毕业的时候 不过因为薪水不高 所以后来没去 不过他有一位医生 叫做诺瓦克维格新医生 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在过敏及临床免疫学期刊里面 他提到就是说 有非常多的儿童 不是婴幼儿 儿童对于这个牛奶 有过敏的现象 那但是因为他们 对牛奶过敏 所以大家就不喝牛奶 他觉得说 这样是很吃亏的 所以因此他就想办法说 有没有办法让 这个对牛奶过敏的儿童 让他不过敏 他找到了方法了 他说你只要把这个牛奶 加热过 慢慢地让这个儿童 吃三个月以后 他就对这个牛奶不过敏 或者说是 把这个牛奶 加到一些烘焙的食物里面去 让他吃三四个月之后 他也对牛奶不过敏 非常有趣 在美国的CDC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他在二零一一年 小儿科期刊里面 就调查过 美国有六百万儿童 对食物过敏 这相当的多 那么其中还有三十八点七 百分之的人是严重过敏 那么在过敏里面 花生跟牛奶是儿童 最常见的过敏源 花生占了二十五点二百分之 牛奶占了二十一点一百分之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儿童 对于牛奶过敏的人相当的多 相当的多 那么在台湾 马街医院也曾经针对过敏 而进行过敏试验 发现台湾的儿童 对于牛奶过敏 也有百分之二十六 所以显然台湾也不遑多让 那么他对牛奶过敏的症状 你可能想都想不到 他可能跟这个肠胃道可以完全没关系 不过当然最常见的是肠胃道的问题 像腹瀉嘔吐腹脏 脚痛便秘等等的 这是直接对食物过敏所产生的症状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症状 你想不到的像鼻炎 咳嗽 气喘 或者是尸疹 寻麻疹 骚痒等等的 还有所谓夜尿 睡不安稳 烦躁 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跟肠胃道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能改善 对食物的过敏症的话 这些都可以改善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有一种大家经常在嘴巴提到 叫做乳糖不耐症 我要特别提出来乳糖不耐症 跟牛奶过敏两回事 两回事乳糖不耐症 是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牛奶 里面的乳糖没有办法分解 但是这个牛奶过敏 他是对蛋白质产生过敏 而产生的免疫反应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那么这位医生 就是Mont Sinai的医学中心的医生 他发表的文章是 他对一百位平均是七点五岁的小朋友 他原来已经确定对牛奶是过敏的 然后他就非常耐心的 每天把这个牛奶加热 然后给他喝一点 每天给他喝一点 喝了三个月后 七十五百分的过敏 完全不对牛奶产生过敏 所以显然可以了解得到说 这是非常清楚 当然有非常多篇的文章 我今天为了检略保健室电子报 现在想办法要检略一点 不要让大家读太多东西 但是有好几篇文章在在显示 只要加热过的牛奶 跟烘焙过的食物 他是对牛奶过敏症状 有改善的一个现象 那么他的理论呢 这位医生也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说呢 因为我们对于牛奶过敏 主要是里面的蛋白质过敏 所以你会发现在婴幼儿 如果对牛奶过敏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牛奶 叫做水解牛奶 或者更严重一点叫氨基酸牛奶 当然了 氨基酸牛奶要远远跪于水解牛奶 水解牛奶可能又要跪于一般的牛奶 不过简单的讲 就是将牛奶的蛋白质加以打碎 把牛奶的蛋白质打碎之后呢 免疫系统就不会再对他起反应 同样的这位的诺瓦克维格辛医师 也认为说呢 加热过的牛奶呢 他将牛奶的蛋白质 给予所谓的破坏 所以使得肠道对于这样的一个 蛋白质的这种免疫反应会降低 但是呢 他又没有完全所谓的没有 所以因此逐渐的就可以使得 免疫系统开始调节回来 我们台湾中山医学大学的 林以晴博士呢 他也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保健室以后 会尽量引用台湾的数据 那台湾学童呢 每天钙值摄取量呢 根据调查大概是四百到六百毫克 但是因为青少年在成长期间 他需要的钙值比较多 中华民国卫生署是希望 他能够增加到一千毫克左右 如果家里里面的儿童 至少我们数据显示 已经有百分之二十六percent的人 对牛奶所谓的过敏 所以因此呢 你的家中的孩童 如果要补充这么重要的一个六大类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呢 那我们今天就给你一个最简易而可行的办法 经过科学数据的证明 就将你家的牛奶加热 或者呢 去买一些有含牛奶的烘焙食物呢 那给你的小孩慢慢慢慢的吃呢 三个月后 就可以对牛奶不再过敏 哇 这个节目好重要 现在才知道 对牛奶过敏的吃烘焙食品 或者你家慢慢加进去 或者你把牛奶加热 好不好可以去除这个牛奶过敏 还有刚刚潘老师讲 我也才不知道 牛奶过敏跟乳糖不耐症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都被张忠博弄混 他说他对牛奶过敏 因此他是乳糖不耐症 对你两个是一样 可见很多知识 尤其医学的知识 大家以额传额 大家就会认为A是B B是A 那张忠博上一次 有没有来参与我们讲肝的课程 没有 下次要把他抓来 看一下肝症 就不会有些疑而传的误导我们 对 比如说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 我很疲倦啊什么的 你肝不好 我们常常接下来这一句就会讲 然后之后 大家就讨论说 怎么保肝 怎么护肝 对不对 那所以那前提搞不好是错的 也不一定 对啊 真的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来关心一下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这张教育第八章的老师 台大医院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 赖有品医师 赖医师好 你好 大家好 欢迎赖医师 她是第二次来上节目 上一次她来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概念讲得好清楚 让大家上一个宝贵的一堂课 好 五年六班 王瑞玲 瑞玲好 嗨 大家好 可是你是肝脏不太好的人好吗 真的吗 对 有脂肪肝 大家忘了吗 跨没出来 外表跨没出来 好 五年五班 瘦亚 央阳哥好 大家好 大家健康 那我是一个肝脏越来越好的人 对啊 是肝脏主治变好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检测才知道 真的越来越好 我们现在先花大概两分钟时间 来看自己的肝道理好不好 有一些检测的数字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总共有十二题 我们来看看 好 每一题后面都有 他答题的分数 大家就先记一下 待会我再把这个总分 代表什么意义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你的身体有没有倦怠 超后绝倦怠 如果有的话你就是一分 吃力模糊会有一个 觉得常常眼睛干干的也是一分 食欲不振一分 腹部瘴气 同样也是一分 好 接下来这分数越来越高 以前很会喝酒 但最近突然不能喝了 这个是四分 指甲有没有 那刘俊耀可能就有这一个 对不对 不能喝 不能喝 不喝是 喝就自己不喝 对 是不喝还是不能喝 是不能喝 那我开玩笑 我每次看到 我都在想喝 就以前你很猛 你突然觉得 怎么会喝不下了 对 四分 好 指甲发白变成骨棒状 大家觉得 这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 潘老师这边帮我们画 就讲长这样子 就是骨棒状 对 你的指甲发白变骨棒状 是中间那个方方的骨起来 不是 中间方方是指甲 是我们的指甲 对 然后它骨起来这样子 变那么大 只肉骨起来 就这个地方变得很大 这居然跟麦克风一样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跟肝病有关 你看 这边就有三分 好 手掌变红 还有稍微碰撞就淤青出血 这应该常常会有一些人的状况 尿液变浓 白眼球变黄色 从右上腹部到胸口会肿胀 男性的乳房变大 你看 这边下面都五分 好 我们来看得分 好 如果你是零分的话 安心请维持现在良好的生活习惯 零分很难 对 我们看十二体里面真难 好 一到三分 不太健康 请重新评估日常饮食 是不是伤肝了 那四到五分小心 有肝病的可能 请留意均衡的饮食 规律的运动 如果你不安心 请到医院进行检查 六分以上 注意下肝脏有变差的疑虑 因为肝脏是沉默的脏气 我们刚刚讲了 建议你要前往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好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DIY的自我 六分的话就是十二体里面 有一半都觉得好像有 那这也是蛮多的 因为你看你光是这两体 你就不会同时一半 对 如果突然有一个 男性五方变大 对 好 那我请教一下 你几分 你零分啦 我先问一下问题 那个手掌变红是什么 多红 多红 是什么个意义 我们通常手掌 因为有危险管理 都红红的 好 所谓的手掌变红 我们在医学上 肝病有关的手掌变红 其实并不是整个手掌 而是这个地方 在谷塞的中医叫做 鱼剂 鱼就是我们吃的鱼 剂就是它国际的剂 鱼剂 这个旁边好像鱼的肚子 就叫鱼剂 这一块变红 比较像是肝硬化的一个表现 是这样 肝硬化为什么这里会变红 那一样就是 这里面会提到很多次就是 我们肝脏会负责代谢掉 我们身体一些不要的东西 如果你的女性荷尔蒙 在肝脏不好的状况之下 不能够被顺畅的代谢掉 那男性的女性荷尔蒙太多 就会让第一个就是 男性女乳症 就是乳房变大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会变红 因为女性荷尔蒙 我们会让血管做一些改变 微血管改变 然后冲血 单纯这一块就有红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了解 觉得这血液循环好 这里红很好啊 对啊 你看手都是红红的 那这样不是血液循环很好吗 可见那个医学上的这个 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是零分 真的假的 你零分啦 零分 真的 你也不会身体倦怠啊 不会啊 也不会食欲不振 不会 食欲好得很 你也没有几分 你也没有 但是最近胸肌 不是 那个主房没有变大 倒是胸肌变大 对 所以你状况如何 刘瑞环你呢 四分 四分啊 你像身体倦怠 视力模糊 没有 你身体倦怠有 对 然后但是就是说 还有一个是 就是轻微稍微碰撞 就会瘀血 就会瘀痠 对 其实我觉得女生都会 真的 碰到一下就瘀痠一下 对啊 医生这样算吗 这个比芬这个 他的这个症状其实 含话的可能性很多 譬如说身体倦怠 不是干病的机会 也还蛮大的 那你说容易碰撞出血 不是干病的机会也蛮大 有一些血小板生成不够 或血缆缺乏 就很容易碰撞流血 那么你说什么视力模糊 这个视力模糊有时候 超过四十五岁开始老花眼 那本来就该视力模糊 或者是食欲不振 这也未必啊 这个消化不良也会食欲不振 所以当你的分数只有 少数几分的时候 可能要看 要仔细地检查一下 破解我们的明师 我看我们一般的人 大概落在到 应该四到五分 或是一到三分这里 当然就是我们平常都有做见解 这样是比较好的 我大概在这边吧 你也是四到五分 应该是一到三分吧 应该是一到三分吧 你一到三分不太减 我也是 我也只有三分 潘老师你呢 大概1.5分吧 1.5 为什么1.5分 老师一定会说他眼睛 我视力模糊 我看书看得很多 1分 然后呢身体倦怠 有时有时没有半分 不是我常常倦怠 偶尔很累的时候也是 潘老师我们怎么看 这个综合的表 感觉上好像跟肝有关 感觉上又无关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我们的症状有所谓的特异性 跟非特异性 有的是非常特异性的 比如说像大家最常知道的 比如说像这个白眼球变黄色 这非常具有特异性 那虽然说这个 这么具有特异性的东西呢 它都不一定只跟肝有关 不一定只跟肝有关 但是呢如果说白眼球变黄色呢 我看就要应该立刻去找 賴医师看一下 就说不要在自己在那边 不要在观察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呢 我是觉得要立刻就医 所以他写五分 对啊就立刻就医 所以你只要得到这种大分数 就是立刻就医了 那它的特异性也比较高 所以特异性比较高 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情形 或两种情形 或三种情形 这就特异性比较高 如果是十种情形 就是比较没有特异性 就是你这个原因 是可能有十种可能来的 那就毫无特异性了 但是你像刚刚我讲的 白眼球变黄色 它只有三种特异性 就三个来源 那就已经很窄了 那你像男性的乳房变大 这个特异性也蛮高的 可是你如果像 可是我也有乳房变大 可是我是胖的 完全看得出来 报告安德 你是没有看到真正的乳房变大 这样子 不是像我们这样 对对对 临床上你可能看的 那是女乳 就是像女生而已 对对对 你要看过 你要是看过几次 你就知道你不是了 所以这个东西 就为什么说临床大夫 比我们强很多的原因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临床的经验 不像说我们在课本上 就是书你读得再多 你临床经验不够 你还是不会区别它的差别 不过通常他们在教科书里面 也尽量要展示 它的那个差别 尽量啦 尽量啦 好 那另外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都是 非常不具特异性的 就刚刚赖医师讲的 你非常不具特异性的时候呢 它的分数就很低 就是他可以有一百个原因来 那就没有什么特异性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通通加在一起 也要赶快去看医生 对不对 你如果说偶尔有一项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都是11多的话 四五分的话 也应该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超过四分 你看到没有 如果是1111 虽然非常不具特异性 但你也四分了 也去检查 对 那不是肝有问题 也是别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你从这个表格 从这个角度看就对了 对 那我其他 那如果是零温像我这种 我觉得都没有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保证 我的肝就不会有问题的呢 不会啊 你还有一些具体数字啊 GOP啊 还是可以去定期的去看一下 对对对 还是啦 这样才是保肝活动 我觉得这一张表 最好的是 如果我们想有那个动力去做的话 表示你有那个行动跟那个毅力 以及那个思想 去保护你的肝脏 对不对 然后仅有一些简单的检查 对不对 是个提醒 未必跟肝有这么大的连接 除非那后面那个555的 所以如果电视器前面的观众朋友 有做的话呢 表示我们一起有这个护肝保肝的行动 好 那现在就是有一题来喔 身体常常倦怠的话 是不是在你这边 对 是大家想要问的啊 是表示我肝就不好了 大家只呢 第一个联想就是 我为什么常全倦怠 尼斯医喔 就是常觉得疲倦 是表示肝就不好 疲倦是不是表示肝不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请专医师回我们解答 欢迎回到57健康同学会 现在人其实因为压力很大 你不常常感觉到疲倦好像很难 你不觉得吗 尤其可能是睡不饱啊 早上很早起啊 或者是工作到很晚 熬夜啊等等 可能都是觉得疲倦 但是我们就怀疑说 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肝 会不好 来 请赖医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常常觉得疲倦 是不是真的意味着肝可能不太好 大部分的情况应该不是啦 就像刚刚安德大哥讲的 熬夜啦 长期的工作 甚至于长期缺乏运动 肌肉新陈代谢不好 常常就这里酸那里酸 都有可能 所以事实上 90%以上的这种 常常觉得倦怠 大概都跟内脏的器官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 跟内脏器官有关 也还有很多 心脏不好 心脏衰竭也会觉得很累 肾脏不好 一样会很累 肝不好当然会累 那另外还有一些 比较没有实质器官的 像贫血 贫血当然会觉得累 因为你带氧量不足 我们就会常常倦怠 甚至一些新陈代谢的器官 像甲状腺 甲状腺素不足也会 肾上腺素分泌不足也会 所以不是只有肝病 那其实绝大部分 你先把生活状况 调整好 说不定就搞定了 就不用那么担心 那如果真的不行 当然是要找医生 是哪一方面 然后下面牵涉到的器官很多 很多 刚刚讲了好多器官 因为疲倦跟提不起劲 是不是这中间有一点 就什么事情都会 快省省 什么事情都好像 没有什么动力 那到底是疲倦 还是说对这个事情 他是觉得好 他就不想去 不想去参与这个事情 你讲的是心理的 疲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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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劲 可能比较有量化的方式 来看好了 就是说我们如果 早上开始来上班 8点 9点上班 到了10点 11点 就要趴下来睡觉 那这表示绝对是疲倦 这个叫做疲倦 那刚刚讲说 提不起劲就说 我本来很想喝酒 很喜欢喝酒 但现在不想喝了 或者是说 其他的一些 很想吃的东西 或者很想做的事情 突然没什么感觉到 索然无味 也许这是一个 心理层面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边 有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去见解的时候 不是就有一些肝指数吗 可是肝指数 它到底代表 什么样的一些意义 那是不是高跟低 我们要怎么去知道 说自己肝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张人的 GOT跟GPT的数值 应该这两个 其实它大部分都在四十以内 以下 就是以下 应该以下才是正常的 那如果肝病患者的 GOT跟GPT的数值 你看 四十到两百 就超过这个正常标准到两百 那是否是肝细胞轻度坏死 那五百以上是肝细胞中度的坏死 那一千以上肝细胞严重坏死 注意下超过三千肝细胞大量坏死 是不是接近猛爆性肝炎 这可严重 对啊 可是你四十就跳到两百 潘老师我们一般 在四十到两百 是不是已经要注意了 但是我们都 身体都没有任何的异状 就症状出来 我觉得安德现在是越讲越好 对 非常多的人 在肝指数异常 也就是四十到两百这中间 是毫无症状可以察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台大一位许金川教授 我们就一直推动大家说呢 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 而且做健康检查 要所谓的完整的健康检查 不是只测GOT GPD 还要测甲型胎儿蛋白 还要做超音波等等 那我们也遇到非常多的案例 都是这样的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全身好好的 他只是想说 现在五十岁了 想说去保一个叫做退休险 因为退休以后想说 不知道能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 他就很高兴跑到XX人寿去做了 结果一验出来不给他保 他火大了 他说我全身鬼长呵呵 为什么不给我保呢 他说 他说甲型胎儿蛋白异常 但是GOT GTPD正常 我跟你讲这个很重点 他那个异常那个正常 他莫名其妙 他说 他拿着那个红字跑来问我 潘老师 这个红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红字还蛮有特异性的 我说你赶快去看肝胆肠胃科的医生 查一查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呢 他是完全没有症状 非常非常的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 用这个 有没有倦怠来看 是不是肝病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到五百以上 五百以上都超过几倍 十倍以上了 这个大概或许还会有一点点倦怠 到五百以上的时候 那俊耀你的GPCP是大量下跌 对不对 对 他现在回到正常了 回到正常了 我就是要呼应一下 前面我们做零分 我自己零分 可是我为什么现在都还去做 包括现在排到九月 还去去照超音波 因为潘老师说 你一定要去做长期的追踪 我今年的三月 你看喔 三月的时候 三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GOT是三十一 GPD是六十一 然后六月 今天录影是六月二十六号 六月十号的时候 验出来的是GOT是二十六 GPD是五十七 GOT呢 它是降了 GPD呢 又升了 那但是都在四十以上 但是GP GOT是在四十以下 GPD都在四十以上 我就不晓得这个应该 对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个走向相反了 对 可是他的生活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所以这些抽血的数字啊 绝对像海浪一样高高低低 没有什么一定是往高 往下往上 或者是完全一直线 这不可能的啦 那所以这两个数字 通常代表的是 我们细胞 肝脏细胞 或其他脏器的细胞的新陈代谢 所释放出来的这些酵素 所以它本来就会有高有低 譬如说GOT 我们肌肉 肌肉 就有很多 如果你常常去运动 它可能也会高起来 对 然后如果说你受伤 会打了 撞到了 它也会高起来 所以这样判断就比较 要全面性的思考 不过为什么会说 俊耀先生的这个 你有长期的资料 你可以看长期的趋势 然后你慢慢慢慢慢慢 它都在下降 那表示变好了 那当然如果说 在所谓正常值的附近 起起伏伏 表示说它可能不是完全正常 不过也还算稳定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我们来看第二个意思 跟眼睛有关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视力模糊 眼干可能是肝生病 像帕老师 为什么眼睛跟视力模糊 是有关 对 眼睛视力模糊 跟肝生病有关 来 赖医师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眼睛模糊 或者是说很眼干 曾经有一些研究会相信说 肝脏里面有一些心状的细胞 它会储存这个90%的 身体里面90%的维生素A 那维生素A跟眼睛就 或者是眼睛的视神经 就很有关系 那当发炎太厉害的时候呢 这些心状细胞会破坏 会把这些维生素A 在很短的时间释放掉 我们的储存就不够了 所以之后就会不足 就会有一些眼睛的症状 就是这样 就像这个样子 那我想请教 这个细胞是经过培养过的 培养过的 这并不是正常的肝组织里面的样子 这是把肝挖下来 然后分离出 特别 全部都是心状细胞 是这个样子 这不是正常的状 我想请教赖医师 当我们如果眼睛会干色 或模糊的时候 那是属于我们轻度中度 还是说是比较严重 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我们讲 刚刚有这个 视力模糊干涉的症状 其实绝大多数都跟干没有关系 视力模糊有可能是老花眼 有可能是肝炎症 有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过去的年代 因为营养状况比较不好 维生素A比较缺乏 所以一点点的伤害 就会出现 但是以现在的人的营养状态 好像就 这个症状就比较少出现了 那我们平常在这个 保肝护肝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会关心说 我们到底要吃什么 对保肝护肝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 那个五大 这个保肝护肝的食物 要介绍你的观众朋友 特别挑选出来的吗 特别挑选出来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告诉大家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安德 在肝病方面的迷思 大家还有很关心的还有什么 对 其实我们刚前面讲的 反而都跟肝病 经过两位专家的分析 感觉好像跟肝比较无关 但其实还有这个 比如说眼白变黄 还有什么上腹部这边 如果有肿胀的话 或者是男性出现 女性乳房的征兆 其实那些反而跟肝比较有关 对不对 蓝医师 是的 我们先讲这个眼白变黄 我们讲黄胆 其实黄胆你自己看得到 这个我们在家自己看得到就是 眼白变黄 或者小便变得比较浓黄色 所以小便变黄可以 也不是左 应该像茶的颜色 已经像茶了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黄胆 那当然我们晓得黄胆 在这个所谓的症状里面 已经跟肝是非常具有特异性 因为造成黄胆的因素不多 大概只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 胆红素制造太多 我们红血球如果造成大量的破坏 会造成大量的胆红素制造 所以来不及处理 就会变成黄胆 比如说我们有说溶血性贫血 或输血反应等等 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第二种是肝脏 本身处理胆红素的功能不好 也会造成黄胆 比如说你在急性肝脏发炎的时候 或者是已经很厉害慢性肝病 进展到肝硬化了 这些就会有黄胆的情形 那另外一种是我们肝细胞 把这个胆红素处理完 会经过胆管把它排出去 就好像我们下水道 慢慢地排出去 如果这下水道 胆管受到阻塞 譬如说石头卡住 或者是说胆的出口 正好也是胰胀 胰胀有问题 也会造成黄胆 所以讲起来 只要是黄胆一定是身体有病 只是未必完全是肝病 已经肝或胆相关的疾病 机会就很大了 所以在家里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不能再等 赶快找医生 没错 我有看过眼白变黄的病人 眼白真的很黄 一看你就知道说 你生病了 赶快去看医生 那是真的很黄 是没有错 那另外刚刚安德大哥有讲到 那我们这右边痛痛胀胀了 是跟肝有关 对 想到这里肝脏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右上腹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右上腹 可能跟肝脏的位置有点 事实上肝脏是躲在我们的肋骨里头 你这样摸是摸不到肝脏 摸不到肝脏 会先摸到肋骨 对 摸到肋骨 那如果有一天肝脏肿大 它是往下肿 就到肋骨的下院 肚子会肿起来 你摸得到 表示不对 摸到肝脏就不对 它肿起来了 那理论上呢 肝脏本身没有神经 但是在肝脏有发炎的时候 譬如说急性发炎 猛爆性肝脏 肝脏会肿大 会撑起来 好像会把肝脏的外包膜撑到 那外包膜上就有神经 你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右上腹肿脏怪怪的 有可能是急性肝发炎的开始 当然有少数的病人是 长了肝腫瘤 譬如说B型肝炎代元者 都不用有追踪 它就慢慢地产生肿瘤 本来很小一公分 慢慢长大长大 长大到五公分 十公分 你就摸到肝脏 事实上也不是肝脏 是肿瘤 或者是说 已经压迫到 这个所谓肝脏的包膜 就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这也已经算是 比较厉害的肝病了 是这样的意思 那男性有女性的乳房 不是像我们这样 就是因为变胖的关系 那为什么那个女乳 这样子也是跟肝有关 现在是比较敏感了 事实上男性女乳症 是指肝硬化 就是末期的肝硬化的病人 才容易出现 所以肝脏已经 有一些代谢的功能 已经丧失了 所以产生 我们身体里面 本来产生了一些 女性荷尔蒙 特别是男性也会产生 女性荷尔蒙 女性也有男性荷尔蒙 所以女性荷尔蒙 在男性的体内 没有办法被分解掉 我们就流到一般的血里面 就会造成男性女乳化 不过现在讲到女乳 可能要考虑 塑化剂的环境科 所以鉴别诊断 比以前复杂一些 真的也是 賴醫師好 刚刚就检查那个肋骨 你说第一个会碰到肋骨 我第一个会碰到肥肉 油的肥肉 实在应该减肥了 对不对 那当然减肥的同时 也要能够保肝护肝 对啊 保肝护肝 而且我们常讲 预防剩余治疗 那你食物是不是 就是最好的医生了 当然这部分 你先从食物来保健起 好我们今天 刚刚讲的是有TOP 对 五个天然的养肝护肝食物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五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族群 对不对 那就是第五是一个蛋黄 对 蛋黄 蛋黄是我们的养肝食物 里面的TOP5 营养的分析呢 蛋黄那还有风物的什么 软磷子 软磷子呢 可以帮助呢 我们的油脂的代谢 所以减少肝脏的负担 同时降低呢 肝脏中的胆固醋的囤积 预防脂肪肝 肝炎跟肝硬化 蛋黄的功效 潘老师蛋黄有这么好的好处吗 可以养肝护肝 所以它是泛脂 软磷子 那蛋黄里面 除了你所想象的到的 这个刚刚俊耀所说的 大豆软磷子 因为大豆软磷子 在化学结构上面 它是一个所谓的双 双极性的 就是叫做这个 有点类似界面活性剂 不过它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 就是说它一只手可以抓油 一只手可以抓水 所以它因为它有这种特性 所以它当然可以帮助你清除 不论是血管或者肝脏当中的 油脂成分 因为大量的血液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如果一只手是水溶性的 就跟着水跑 一只手是油溶性的 就是抓一些 这个旁边这些油一起走 所以它可以帮你清除掉 很多的东西 所以大豆软磷子 是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不过对肝脏来讲 像维他命B 也对肝脏非常的重要 蛋黄里面也有很多的维他命B 对 所以这是它入血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这边就听到了 每人一天一颗蛋黄 还是可以 应该要吃的 那刚刚亚帆你讲到说 是一个族群 对 主要是因为大豆软磷子里面 像我们这里的 黄豆 还有花生 还有一些坚果 基本上它也有很丰富的软磷子 对 潘老师也讲 就是蛋黄 或是这个软磷子里面 其实B 丰富的B也很重要 你看 Top 4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就是艺人 艺人有什么营养呢 艺人虽然谷物 但有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 也有多量的维生素A B群 因为B群是肝脏代谢过程中 重要的辅助酵素 有助于维持肝脏的能量代谢 所以艺人也是个好东西 对 那这要补充一下 艺人你平常常吃吗 不是很常吃 但是会吃 就是因为 我们最常吃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绿豆艺人汤 或者是说这个艺人炖一些这个排骨汤 四神汤 对 四神汤 它有放进去 那这要看我妈妈有没有做 所以我们偶尔 我们家偶尔会吃一次 但是不是说很常吃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维生素B呢 它存在在非常多的 全骨类的这个食物里面去 所以因为我们家 已经全部都改吃糙米 和五股杂粮饭 所以基本上在这些 所谓的全骨类的食物里面 就非常多的维生素B群 所以你从糙米里面得到的 对 那你可以了解得到就是说 这个维他命B 我们以前在健康中 就会讲过非常多次 就是因为我们肝脏 负责我们 全部身体里面的一个能量代谢 所以它如果说 营养成分充足了 它的能量代谢就会好 那B群一直以来 都是帮助能量代谢 我还记得我上次举的例子 就是你家在烧火 你把柴丢下去 如果你把维他命丢下去 它烧 就烧得很快 所以它这个维他命B群 如果不能够进来的话 对它的整个能量代谢 是有困难的 尤其它牵涉到非常多的 酵素跟腐霉 所以因此维他命B 对于肝脏来讲是非常重要 而且在医院里面 有的时候它在开这个 保肝护肝药 里面也会含维他命B 对 它基本上是可以 变成一个护肝的一个 一个补充剂的 对 所以賴医师 所以这个B是对肝很重要 是没有错 能量代谢 能量代谢 或其它解毒 不只有能量代谢 解毒也是需要它来做辅助的 辅助作用 就是辅媒的作用 辅媒 所以我们都要从薏仁啊 糙米啊等等 维生素B群多的来补充 所以才一直强调要吃全骨类 因为你如果说是把这个米 这些糙米的壳全部打掉 小麦配合都打掉 只剩下那个金白米的时候 里面都没有维他命B了 就几乎完全没有 可惜了 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好可惜 就是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才想说 拜托你不要打掉它 那如果说你又怕这个 这个挡固醇膏 蛋黄也不吃 那你必须要从哪里来 对 然后你又跟牛奶过敏 牛奶也不吃了 他打掉它又猛吃维他命B 这样子不是很怪的一件 鲜然食物啦 所以说米呢 我们要吃生的米 那白米就是比较死的米了嘛 好 除了B群之外 其实C很重要 真的啊 所以第三根C有分啦 对 你看油菜花 大家想说 油菜花 怎么会吃油菜花呢 是不是 因为油菜花呢 它是十字化科 它富含多糖体 跟维生素C 那每100公克的油菜花里面 有93克的维生素C 那维生素C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有助于我们提高肝脏 对有毒异物的解读 那我就想问 如果吃不了那么多油菜花 有时候我们吞一下 那个维生素C 这样子这样补充可以吗 维生素C的来源 也不只有油菜花嘛 一般新鲜的水果 都有 不过可能要强调 就要够新鲜了 你不要说我水果切开 没有立刻吃 可能放个十几二十分钟之后 裡面的维生素C 含量就大量减少了 就溼失掉了 那当然如果你也没有办法 吃新鲜的水果 没有办法从食物中取得 最后的手段 才是去吞维他命药 最后的手段 最后的手段 好 因为现在油菜花 并不当季 所以呢 我们就找了两个 油菜花的照片 聊比较新鲜 表示说这些油菜花 其实大家都有吃过 十字花科的 对 它也十字花科 今天我们有一起介绍十字花科 非常好 那所以医生 那如果维他命C 我们不从油菜花里面 从一些水果 蔬菜里面也可以 对 当然是这样 大家只要记得 菌类这些都很丰富 对 记得那些药林就好了 还有奇异果 以及老师讲的土拔辣 土拔辣 这个都很棒的 好 来介绍我们第二名吧 第二名你猜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章鱼 这么多鱼 为什么 对 你看 奇怪吧 我们第二名竟然是章鱼 虽然它也离我们远去 不过它还有很多子子孙孙 好吧 对 那它的营养分析 章鱼别名叫八爪鱼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的营养素 那章鱼中的牛黄酸 成分可以促进我们的胆汁酸的分泌 有利于肝细胞的再生能力 刚才这个牛黄酸 我有问赖医师 就是说因为很多的饮料里面 都说怎么我强肝 补肝都有牛黄酸这个成分 那这个我们讲的是天然的牛黄酸 那我想问一下赖医师说 这个牛黄酸是不是 可以在这样的饮料中去补充 而且它常常会有那个什么 微XV然后加9 那这个东西常会引起肝脏的不好 在很多临床上 会引起肝脏的纤维化 都是很多案例 那这个我要请赖医师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对 天然的跟合成的 这个不一样的 以及牛黄酸真的是 对肝脏是好的吗 它只存在在章鱼上面吗 对牛黄酸对肝脏当然是好的 但它绝对不是只存在章鱼上面 它只是说章鱼这样的食物里面 含量比例特别高 比较高一点 那当然我们就回到 刚刚的一个迷思了 我们吃的东西要去保护肝脏 最好我们还是选天然的东西 那真的很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才去做合成 就像刚刚俊耀先生问的 维他命C好不好 对啊 最后才是吞药丸 那一样就是说 很多保肝护肝的饮料 里面当然是有提炼出来的 牛黄酸在里头 它当然是可以做一部分的补充 但它量应该都不会太大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再配合酒精 那就不太好了 酒精伤肝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一边伤害它 又一边想要保护它 贵贵 那就不好了 那当你有养成喝酒的习惯 长期摄入过量的酒精 就会有肝硬化的问题 那当然反而不是好事 潘老师 您知不知道这个章鱼 像这个是漂亮 可爱的章鱼 那章鱼它里面的牛黄酸 跟我们肝脏当中的机制是什么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人体要健康了 排泄要顺畅 对不对 如果你排泄不顺畅 是不是毒素就积在身体里面 这全国民众通通知道 健康同学的观众都知道 那我请问你 肝脏如果把它想成是一个人 肝脏也要排泄 肝脏 其实肝脏的张东西 是从哪里排泄 从胆管排泄 所以它在肝脏里面 有微小胆管 然后经过左右两个胆管 再经过总胆管 一直排出来 所以因此如果这个地方 它去堵住的话 胆脂酸的分泌被堵住的话 肝脏排泄不好 肝脏就会出问题 所以肝脏要好 胆这边也不能够堵住 肝脏相照 两个兄弟 所以一定要能够排得出来 所以你如果这样想 就知道肝脏的排泄系统 不能够被塞住 塞住之后就不得了 好 那现在就是说 牛黄酸是对于 胆脂酸的这个合成 跟排泄有很重大的功能 所以因此它可以让它的整个顺畅 排泄顺畅 对 整个排泄顺畅 所以很重要 所以事实上 刚刚也可以强调说 在医院里面 医生开的这个保肝片里面 也有牛黄酸 了解 维他命B也有牛黄酸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牛黄酸是肝胆的通肋 对 没错 是肝胆的通肋 所以为什么说 经常你胆管如果阻塞的话 肝胆就跟着出问题 也会跟着出问题 所以就是 那就抱歉了 我们要常常吃它 吃小姜女科 对 好 那还有这个第一名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天然氧肝食物 是小麦胚芽 很有营养的 LUMBER ONE的小麦胚芽 它是营养分析 分析一下 它又称为麦芽粉 又称为胚芽 蛋白质的含量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复兰多种的营养素 包括什么 软凝脂 维生素B群 都有 维生素1 维生素1是干嘛 能够预防脂肪的堆积 保护肝脏 所以小麦胚芽是LUMBER ONE 它刚一起把有一些 把它包在一起 对不对 它的营养素好像还蛮中和的 对不对 那赖医师这个小麦胚芽 我们可以常常吃 因为看起来 它变低营 对啊 它的营养素好像蛮多的 有B群 有1 对不对 原来上它的营养素是很丰富 不过事实上 东西都是一样 过有不及 均衡还是比较重要的 当你缺乏的时候 补充一下是OK 因为胚芽的东西 要小心就是说 它常常含有的尿酸 就是普林类的东西 也是有可能比较多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 在食用上不要吃太多 猛吃 也不能吃太多 为了顾肝脏 就跑出其他的毛病 这也是不太好 顾此失彼 对 你看医生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过有不及 对 天然的均衡 对不对 他老师 不过小麦培牙我们比较少吃 没有 你就只要吃那种五穀米 或者是全穀类的 它就是在里面 它就在上面 对 因为你那个 我们讲过很多次 你那种穀类的东西 它外面是有一个糠 那糠打掉了以后 就是所谓的糙米 或者是原来的那个东西 然后你再打掉以后 才会把小麦培牙打掉 变成金白 那任何穀类都一样 倒数 都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还原成本来 其实是吃那个糙米 对 以及 就五穀杂粮类的 就不要金白的就可以了 原来的样子 这样就够了 对 那我们把它打成金白米 然后又去补充那个 小麦培牙糊也是很奇怪 又把它补充 对 不是 你花两道钱 花两道钱 对 所以这可能有人口感 有吃不习惯 只好用这样 那就要习惯了 因为那对身体好 可是我们知道 我小朋友那时候 在成长 要换 食品的时候 会有个小麦培牙 就是会加入小麦培牙粉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东西 跟赖医师一模一样 它叫赖氨酸 它很姓赖 所以它蛮能促进 小孩子的成长 跟发育 为什么跟赖医师一样 所以 对 它叫赖氨酸 然后它很促进 小孩子的成长跟发育 所以一定 它在换食 副食品的时候 它一定要添加东西 所以那小麦培牙 它的整个成分 是非常的好的 对 好 俊杨你平常有吃 这些东西吗 其实我都吃 很多肉丝 但是我觉得 我的护肝 顾肝 其实我觉得吃 还不是重点 我觉得我的肝整个会好 慢慢越来越好 是因为我调整 我的生活作息 生活作息 不喝酒 就不要去 刚刚那一次讲的 你不要再伤害它 然后再去吃些东西 我是不伤害它 现在完全先把它保护起來 不要有会伤害的因子进来 然后多休息 然后生活非常的正常 然后有空就去运动一下 吃的东西 我觉得每天都在吃 那么多均衡的东西 我觉得够了 没错 均衡降得很 对 我们先进来广告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刚刚在广告时间的时候 潘老师出了一个任务 他说佳小芳要生吞 这个怎么好 加油 加油 这有丰富的牛黄酸 你这样好了 你吃啦 对 潘老师给我的任务 是吃焦鱼烧 这简单多了 邓老师绝对不会叫我们 吃这种加工的 对啊 说的也是 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任务 是 好 我们刚刚也讲说 就是有牛黄酸 还是从一般食物来摄取 要煮熟 要煮熟 对啊 你帮我吞 我怎么可以吞 老师刚刚是说要煮熟 不行 这个还是要煮熟 吃才是 因为在运送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 如果你真的吞 你就去找赖医师 没错 韩国他是会生吞 但是是活的 是活章鱼 是活的章鱼让你生吞 不过我建议还是不一样 因为曾经有人 吞下去的时候 吸住气管死掉 对 不过现在终于 章鱼烧 吃章鱼烧找到一个理由 原来有牛黄酸 章鱼里面有牛黄酸 还不错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五个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看看是哪个 好 那就有这个蛋黄 薏仁 油菜花 就是其实它就是 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 章鱼还有小麦胚羊 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个是举例 它后面代表了 丰富的那一大群东西 大家要结合 记得就是说 它所代表的意义 对 一个族群 好 节目最后 请潘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的 保健室小丁您 保肝护肝有几个重点 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个 你必须要充足的睡眠 而且要在这个 适当的时间睡眠 不要是白天要 要工作的时候 你跑去睡觉 晚上该睡觉的 你跑去玩乐 这就不对了 那第二个就是 均衡的饮食 这是特别提醒大家 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五大类的食物 像软磷子的 维他命B 维他命C 维他命E 跟牛黄酸类的 那么当然 这边我们特别 要echo一下 我们赖医师讲的 希望是天然养肝食物 不要用一个额外补充 如果你能从天然的来 因为天然 它有什么好处的原因 是说 当你吃了这个天然食物的时候 你不只得到一种营养成分 你可能得到十几 二十种营养成分 所以一次补充进来 对你的帮助是比较大的 另外就是 用这个药丸 药片补充的时候 有的时候容易过量 比较容易过量 那么第三个就是 控制酒精的摄取 因为酒精商干大家都知道 那我给大家严格的规定 你们美人每天 不能吃超过六百CC的啤酒 不能超过两百五十CC的红酒 或者不能超过七十五CC的 XO或烈酒 加起来吗 没有 没有分开分开 单独 我知道你故意讲的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 不累积压力要适时输压 就是你的情绪 情绪要控制 然后如果累的时候 应该要适度地休息 不要加班加太久 要依照牢基法来加班 那第五个就是 要有适当的运动 因为动一动 血液循环好的话 它的这些所谓的废物 排出得比较快 对肝脏伤害比较小 我记得我们读过资料 就是对于我们肝来讲 大概一天那个小酒杯 假设是金门高粱的话 一天 那个一天就是那个分量 但是我们平常男生 一天交进球 哪里只有喝一杯 没有错 一定会过量 可是他酒精浓度很高 对 可是那个对肝很不好 那意思 没有错 就是说其实如果 可能刚刚潘老师讲 啤酒600特很难算 你那个椰子的啤酒 就是350cc 所以超过两罐 两个椰子就超过了 就超过了 就踩煞车了 给他吃了 那边 chiar 在这些地方 就脏了 就会是什么 适合就说 这个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